男孩人气男团Shiny拥有精湛的歌舞实力 吸引了多个年龄层的粉丝 足合今年迎来出道15周年 即将于本月27日 睽違5年举办线下粉丝见面会 不料见面会的场地却引发粉丝们不满 据悉见面会场地算宽敞 但并非如平常的阶梯式座位 也就是说座月后面的粉丝 只能听到爱豆声音 此外这次的见面会 不分区域票价均为统一价格 场地也有很多的柱子 会造成视线阻碍 令人生气的是SM宣布霸王条款 要求粉丝仔细选位 不接受以视野阻碍为理由的退款 粉丝们联合发出公告强调 选择不合适的场地举办见面会 是欺骗粉丝和观众的行为 也在SM大楼附近进行卡车示威 要求公司更改场地 对此SM娱乐最终宣布更换见面会场地 并且向粉丝们道歉 才让事件暂时落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